人 明明就是立體的 人們卻總是用平面去認識一個人 以前是龍貓交易到我 比如說跑那種800公尺 1600然後我都戴著口罩 然後跑完全程 然後我就覺得很慘 可是我又不敢把口罩脫下來 其實我小時候不太會在我的容貌 我從來沒有去思考過說 我好不好看這件事情 因為高一那時候疫情是最嚴重的時候 所以大家都是戴著口罩見面的 所以我那時候會很擔心說 別人看到我脫罩的樣子 會不會有失望的感覺 或是覺得我比較醜的感覺 因為我會很擔心說 不認識我的人 然後看到我脫罩那個樣子 會有什麼反應這樣 然後最親近的人 就會擔心說他不喜歡我 但是這個皮膚可以脫得到 就是喝水跟吃東西嘛 所以我可能就會去找一些 比如說旁邊的人不在的時候 或是有隔板的話 我就盡量用隔板 然後把自己就是灌在裡面 讓大家不要看到我的臉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戴著的話 就一個戴著 好爛喔 就他可以賣三十二張嗎 不然你覺得怎麼可以呢 但零食三十二個人要賣 就戴著口罩 主線跳的那個比較壞 後來大家都不用隔板了 然後我就 我會挑比如說 最前面的位置 或是最後面的位置 就是讓大家盡量不要看到我 我那時候吃飯都會吃很快 我會把口罩這樣拉起來 然後把吸管這樣放進去 比如說這邊有同學 我就會撇過頭 然後這樣喝 然後我去後面 走走走走 我去吃好嗎 好 好 好想乾 開始其實只是擔心同學 然後後來遇到了一個女生朋友 我們來本來滿好的 後來有一次我們就 一起去吃飯 然後她看到我臉之後 臉就突然有點像僵調的感覺 那時候其實就很錯的 有人最喜歡的不是真正的 我是戴口罩的那個我 然後脫口罩的我其實 會變成對方眼中的另一個人 她會直接跟我說 我覺得我看到你脫口罩 會覺得是另一個人 然後不是我喜歡的那個人 她會一直跟我說 我覺得你長得不夠好看 我覺得你哪邊很奇怪 然後我會就是 開始一直去思考說 我要怎麼讓我自己變好看 我會跟她說 我18歲就可以去整形了 我之後就可以去戴牙套了 我會一直 有點像是 懇求她說我一定會變好看那種感覺 其實現在想想蠻難過的 也會一直在思考說 就是 我真的要繼續這樣下去嗎 因為她不是喜歡真正的我 然後 我好像一直在為了她去改變 成為一個 她想要的樣子 但在這過程裡 好像已經失去我自己了 好 謝謝 我會擔心說別人不喜歡我 就是朋友也好 伴侶也好 我會 有時候會試探前問 比如說你覺得 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如果她對我的看法是不錯的 我會覺得 那至少我可能沒有做什麼事情 讓她反感 我一開始只是覺得她是 就是我不喜歡我的臉 可是我後來發現 她其實是一個 不自信的感覺 就是 因為我沒有把握說 真正的我 是大家會喜歡的 我就會想要去隱藏自己 然後把自己圍裝成一個 我覺得大家會喜歡我的樣子 但 那其實就是一個不自信的投射 我會一直試著去 符合大家的期待 然後想要去讓自己 變成一個 大家會喜歡的樣子 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在意別人想法的人 我好像從小到大 都會一直 依靠別人給我的評價 因為我不太會給自己一些鼓勵 後來一些教育 要我們要謙虛 永遠不要覺得自己夠好 但這樣的結果 就會讓我 一直不敢給自己信心 攝影的依然就是這樣 長度的還是什麼 沒有是 那個有兩個 就是我畫個表格 然後分兩個 其實我會覺得說 你在這邊 就把拍照去也加進來 我競選學生會長的時候 因為要放選舉公報 有我的那個照片 然後我就會覺得超教育 就是大家都看到我的臉 會不會對我的感受有不太一樣 其實那個方法我會覺得 很恐慌 因為我怕 我看到對到大眼睛的時候 大家的表情 其實是很失望的 真的喔 那有多少 應該說燈條你要架設 然後而且它效率低啊 所以我覺得燈條是幾分 比較幸運的是 我身邊遇到滿多很棒的人 然後給我很多鼓勵 在我覺得我自己很照的時候 跟我說 其實我覺得你不錯 然後提醒我說 最後還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尤其就是我高二的時候 當上學生會長 那因為這個東西 是從別人給的嘛 那就會擔心說 這些好評 或是大家對我的好感 會消失 所以反而這樣會更努力 比如說把學生會長做好 然後努力做更多事 努力符合大家的期待 去讓自己維持在大家喜歡 那個養殖下 其實壓力蠻大的就是 真的自己真的狀況很不好的時候 還是得就是硬撐著 因為我怕說我現在 少一點努力 大家就會放棄我了 會有一種不是為了自己 在追逐這些事情的感覺 他平常都不會脫口罩 然後也不太敢跟同學吃飯 對 然後他還有很嚴重的偶像包袱 會跟他說其實其他人不會 不會那麼在意就是外表長相之類的 就是他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 那大家就會願意欣敬他 他其實是個暖男 他會看到其他人的一些小動作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像是他會注意到說 今天開會的時候誰狀況很不好 他有沒有戴口罩其實 我覺得其實沒什麼差 雖然我也覺得一個人穿什麼衣服 並不會影響到那個人本身的 一些很棒的特質 我們今天應該會做兩種泡服 一種應該是抹茶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原味的 我們又回到這個乳化的步驟 然後 要怎麼做 希望他吃得進去 我很抱歉 自己下的他有一些很 焦慮的時刻 自己下的他有一些很苛責自己的時刻 但是到他需要去領導一個團隊的時候 他很願意多出一點意見 很願意統合大家的意見 他不是因為戴上了口罩 他才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而是他這些能力然後這些善良的覺知 願意關心世界 然後讓他成為現在講的 真的很希望他有變大喔 有喔就裡面那個特別 他的火在哪裡 欸其實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今天也不知道火在哪裡 好像是很糟糕的事情 但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猜上面有變了 這個也不是用兩個還是怎樣 我覺得我更想做的是 讓他知道其實他不戴口罩 我也會一樣的接納他 然後也會一樣喜歡他 我高一的時候有參加一個 就是偏向的服務隊 我高一的時候有參加一個 因為那時候疫情嘛 所以大家都戴著口罩 我這小朋友就 要跟我玩在一起嘛 然後就會一直問我說 欸我想看你長怎樣 我想看你長怎樣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超教育 我好像看到任何人 我都會擔心說 他會不會其實只是喜歡我戴口罩的樣子 結果跟我比較親的一個小朋友 他就跳起來然後好像抓下來 我就突然覺得很赤裸 他就回到他的位子上 我以為他真的 他可能覺得我脫口罩讓他很失望 我們結束的時候要拍照 他就拉著我的手 然後問我說 欸我可以看你脫口罩的樣子嗎 我就站得遠遠的 然後脫給他看 我以為你覺得我脫口罩很怪 然後我就 我就很難過你知道 那天我就出去外面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哭的 結果不是 對不起 沒事的 然後他就跑過來跟我說 其實我覺得你很好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超想哭 你覺得你會覺得自己是嗎 雖然我還是會很焦虑 可是我會意識到其實有時候 是我自己想太多 就是我看到小時候照片 我會覺得說 欸 我以前可以就是不戴口罩 就是玩那麼開心 為什麼到現在我反而需要戴著口罩 我才可以覺得自在這樣 有時候單純一點也好 就是就算那個人真的對我這樣想 我覺得有時候 退一步然後 單純一點去看別人 或許也不會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這樣 對 柔冒焦慮 是我不自信的一個延伸嘛 在高中這些參與裡面 會讓我意識到說 自己是個不錯的人 或是身邊的人的肯定會 讓我覺得說 其實我不用依靠這些東西 我也是一個有價值的 我發現我只要移運球 沒有辦法講話 為什麼 因為我的腦袋就是 沒有辦法 就同時 我就 我運動不太好 所以我只要一運動 我就腦袋就不能再做其他事情 運動不太好 我會提醒自己說 不管怎樣 就有時候還是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其實我自己 依舊有一些做很好的地方 然後不會因為我有 這些地方做的不好 我就變成一個失敗的人這樣 很多人跟我說 其實你脫妝還蠻好看的啊 是不是沒關係啊 然後給我很多鼓勵 然後讓我知道說 其實我沒有我想那麼糟 所以有時候也要 記得多照顧自己一點 然後多給自己一點信心 疫情解封之後 我們終於可以口罩解禁了 但是發現還是很多人的口罩 會習慣性戴在身上 通常都是國中生 高中生或是大學生 那這個階段剛好是我們自我認同的階段 所以會非常的在意外在的評價 其實會有很多的恐慌啊 焦慮 害怕別人會怎麼樣去評價自己 尤其現在臉書啊 IG或是抖音上 都是大家很漂亮的樣子 我可以在不認識對方的情況下 可以先試試看 用全新的樣貌去跟別人相處 我終於進一顆了 你一直吵應該力量夠吧 第二個步驟是 再慢慢的到比較熟悉的環境 再下口罩 然後再去感覺看看 我們會很期待自己可以在別人的眼中 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就是我們可以試試看 給他一些比較具體而明確的一些正向的回饋 例如他總是會注意到 今天誰的狀況不好而主動願意去關心 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他可以重新用這樣的角度去認識自己 我覺得要能夠穩定自己 不受他的影響 其實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青少年階段 都會忍不住想要追求完美 就是會覺得好像我可能在學業上不是第一名 我在可能才藝上也沒有比誰誰誰好 我就會覺得很沒有自信 或是很挫折 但其實我會很想邀請大家 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回頭來自己身上是 每一個人一定都會有相對比較強向的地方 或是比較弱向的地方 但是都是沒有關係的 我畢竟說是特別的好 但是我就是可以慢慢的認識自己 像拼圖一樣把自己拼起來 又被他們強了 你要手好 認識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接納自己 可能有一些好的地方 也有一些可能可以更好的地方 都是沒有關係的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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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